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真实现状,我们收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的声音,通过他们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境遇,为大家展示一个不同于新闻联播的中国现状,感谢您的观看,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更何况这条路上有寺庙,有各种古老的小巷子,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惨,彻底凉凉了,如果说是因为受电商冲击,我觉得这个理由在广州有点扯,因为在广州根本没有必要线上购物,线下买会划算很多,应该是疫情那五年导致的,租金柜导致很多实体店撑不下去,但是关几家店可以理解,一整条街都关闭,那有点太夸张了。 这里是广西南宁五一路江南水街啊,曾经也是风光无限,热闹非凡啊,现在,唉难搞啊,今天是周末,店铺都不开,你继续看了,难道自己坐晚上,不可能吧,人都没有,傻哦,关门了,曾经热闹, 现在,远走茶凉,如果这里还像以前那么热闹的话,这是什么,小桥雷秀原家,苦藤老树分家啊,那场景,棒,现在,不得了,这里呢,应该晚上还有一些店是开的,做夜宵那种,看,这些东西都是用过的,不可能它主打夜宵而已吧, 这样子的话,有点难搞啊,哇,这个房子,这样子中是好看的,这里还有个洞骨楼,看它有点破旧了不,是什么引导,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变成路径这个样子呢,我也不知道啊,大萧条越来越严重, 上半年生意差,下半年生意还在差,好多老板都把店员踩掉了,像我们鞋子店对面的,那两家店面是非常的好,是今年一个老板,一下子把两个店面全部租过来了,然后呢,经营的还不到一年,上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两个店面合成一个店面,把里面的货全部都 堆到另外一个店里面去了,当然那一个店里面,现在是货品满满的,一个店里面呢,它是两个员工,然后就是四个员工两个店,现在呢,它全部把两个店合成一个店,只租了一个员工,它可以省去一两万块的员工费,然后那个店面也租不下去了,所以今年如果新开的店,那个生意真的是很难维持,很难维持的,像他们新开的店,没有固定老顾客,经常三天两头不管, 不开张,老板您,像他们老板也是撑了大半年时间,没办法,只有把那个店面,现在就是转出来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像我们鞋店都开了六年了,虽然没有过不开张,不过有时候也才卖个一双两双,生意真的也是差到极致的,所以今年,大家以为疫情结束了,口罩也已经结束了,开放了,好多投资商就会住店面来投资一个店,可是万万没想到,虽然是开放了,大家的口袋也开始空了, 消费的人情越来越少,再加上网上的冲击,肢体店越来越难干,像这个年底生意都那么差,估计明年关店的会越来越多 这生意做的,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灵敌,开店六十三年,这样的行情真是没见得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货不好,还是我的金融方法不巧道,麻烦大家看一下,我的货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店里和扣房还是兑卖了的,这段时间的生意真是让我怀疑人生,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快到十六月份, 前几年是十一月份开始,生意就开始有起始,每天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更不要说准饭了,是更没有时间,然而现在是街上有没有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假如是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实体店又怎么办呢?口罩市店已经过去快一年了,迎来的不是北费代价,反正是特别多人的十里和公司清理的倒闭,今年的生意非常难做,总感觉我们这边的十几店一直都是在煎饿着,人秤着,从早上到晚上一天收着,虽然没有考虑房租,但是一天生活方面的一些消费,根本不够光 今年的实体生意到底是怎么了?到处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那么2023年实体生意还能有出头之日吗?满大街的店铺关门倒闭,结局太凄惨了,看似这街上车水马龙的,人们来去冲冲,这大概都是些送快递,不只拿快递跑外卖的,还有网约车等等吧 可是呢,就是看不到几个行人出来逛街消费的 也不知道这些人都跑哪去了 去撞了一圈回来,看到很多店铺都是关门倒闭,转让出租状态 就是除了几家饭馆,连锁药店,貌似生意还不错 感觉啊,其他的行业都是惨不忍躲的现象 那么接下来再给你们看看我们这个小区街头的实体生意情景如何吧 我呢用镜头带大家看看了 三年过去了,真没想到咱这个小区也还是这么一番气凉的场景 你们再看看啊,这边呢,都是一百多万的店铺 几年下来啊,基本上只能当闲职品用了 年年如此,貌似看着没有任何的发展希望 房东啊,想租,租不出去 想半价卖呢,又没有人接盘 店铺啊,比人还多,我也是纳闷了 有人说都是高房租惹的 可是呢,现在房租比几年前降了将近一半 反而关门了 十年前啊,房租很高 可是各家店铺的生意都还算不错 难道这就是如开发商所说的一铺养三代吗 真是啊,当初规划的有多美好 现实呢,就有多残酷 没有人啊,店铺那么多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又哪来的生意呢 大家手头上都没钱了 是消费力不足呢,还是把钱啊,存银行了 你们再看看啊,满大街都是空铺招租,关门倒闭 偶尔呢,有一两家店面正常营业 那生意啊,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说不定哪天就经营不下去了呢 上次啊,听一个做早餐的老板说 他家店铺是自己花一百多万买的 想着啊,年年都亏钱,根本就租不出去 生意不好,租金一降再降,也没有人要 气得他呢,要跳楼的心都有了 就特意啊,放弃了外面上万元的收入 回老家来开早餐店 可是啊,几个月下来,生意经营的一塌糊涂 每天的营业额只有一两百块 他说啊,现在很多人都为了节约开支 都在家做早餐啊,哪来的生意呢? 别说郑勤啊,连生计都难维持 看着他脸上写满了的忧郁 估计现在也是最后一口气在支撑着 说不定啊,哪天就关门大吉了 嗯,时代变化得太快了,经济也变了 最重要的还是这代人的心态也跟着有了转变 如今啊,开店的老板们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面对着租金柜,店男主,加上人工费又高 利润呢,还低 网上的冲击竞争等等 一层层的剥皮下来啊 不关门才怪呢,你们说是不是 网上的环华的街道也是越见萧条了 到处的都是冷冷清清的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订阅本频道